我们刚刚学习伯来文 我们来操练一下 两额音节看到吗 Kohen 一种读一下 Kohen 那这个字呢 在原文里面是表达一个有权力的人 Mighty One 也是一个圣人 A Sacrit Person 同时也表达这个人是分别为圣的 Dedicated to God 很多时候这个字是用来描写神的祭司 就是Kohen 所以你要有一个的图画 旧约的祭司是非常尊用的 被百姓所高举看重的 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用我们今天的想象 他就是一个宗教的大臣 宗教事务的大臣 有权柄的 有影响力的 可以影响君王的 影响整个政局的 是这样的一个Mighty One 所以这种观点 你就了解今天我们是神 君尊的祭司 是非常尊用的 那先知跟祭司 同时都是需要神高丽的 所以我们看看王上 《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同来 耶和尔玛对他说 你回去 帮高亚伯米亚那人杀法的儿子 以利沙作先知 借训你 所以先知需要被告你 那么 出埃及记二十九章 讲到祭司要被告你 我们一同读下去 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一同来 把冠冕带在他头上 将冠冕加在冠 把圣冠加在他冠冕上 就把高油倒在他头上告他 解释讲到亚伦被告 做祭司 所以刚才讲到 以利沙被告立成为先知 先知跟祭司 都是需要被告立的 而这个油告立 告在他头上 预表神的同在 圣灵的告立 圣灵的一个肯定 圣灵的同在与告立 所以为什么 在教会的传统里面 不单单我们需要被圣灵 告立 也需要透过 好像一个看得见的 好像当年 以利亚 告立以利沙是看得见的 懂吗 所以需要有这个案例的 一个程序 也是从这个的 旧约的传统 就是先知 祭司 君王都要被告立的 那么先知跟祭司 都要被神告立 而不同的地方 刚才提过了 先知是代表神 向人 这个改一下 打错了 向人说话 你们的power point是可以改的 然后祭司是代表什么 人向神说话 这个方向是刚刚是转过来的 先知 他好像是个中间人 领受神的话 向人 说话 而祭司呢 他是代表人 向神说话 祷告 献祭 献祭给谁 给神了 这代表人 说话 做事 献祭 所以你看到 在旧约 祭司的工作 就是献祭 跟诸福 带求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立位基第九章 一同来 他封上百姓的公务 把那给百姓做 赎罪祭的公善养宅了 为罪献上 亚人向百姓举手 为他们祝福 他为百姓祷告祝福 同时为了百姓献赎罪祭 那么 耶稣基督 是 君尊最大的祭司 同样的在旧约 就有预言了 我们读诗篇 110篇 一同来 耶和华七的四 那为什么说 是照麦吉 喜德的等次 意思是说 他不是照着 亚人立位的等次 所以他比 立位人的 祭司体系 更荣耀 超过 立位人 他是照麦吉 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而这样的一个事情 做大祭司 我们再读 希伯来书第四章 我们来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升上高天 尊有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 所以耶稣 不单单是先知 更是我们的大祭司 那有人都问了 假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献上什么祭物呢 在希伯来书 这要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不单单是那个祭司 他更是那个祭物 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 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 一同来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我们就成圣 贵回神了 属于神了 得救了 这个祭物就是耶稣的身体 所以包括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耶稣自己也宣告 耶稣出来的时候 约翰宣告 施洗约翰宣告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恋 他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 彼得先说 一章二十九节 他也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 耶稣基督 在天上的圣殿 为我们 带出 父啊 因着 我圣殿的线上 因着我的保险 为他们流出 父啊 你拯救他们 你吸引他们 所以耶稣基督 在父的面前 为我们祷告 他是那个祭司 也是那个祭物 意思 最重要就是代求 所以 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 罗马书第八章 这个代求的对象 就是我们跟他们 就是教会 就是信徒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四节 一同来 有基督耶稣 从死里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什么 我们祈求 为教会 为我们祈求 希伯来书第七章 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然后 到了约翰福一十七章 大祭司 最后晚餐的祷告 多次提到 我为他们祈求 都是这个教会 都是众圣徒 假如你看 约翰福第十七章 还有别的经文 你发现 耶稣在这个 大祭司最后 晚餐的祷告 他 代求 这些未信的 能够信 所以我们看 约翰福一十七章 二十节 一同来 但我不但为 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 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他为那些 另外的人 好让他们可以信 约翰福一 第十章十六节 耶稣也算 好 我们一同来读 我另外有羊 不是在 解圈里的 我必须 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 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 合成一群 耶稣 要在这个圈里外的 还没有得救的 也要得到他们 让这些未信的人 能够信他 合成一群 也是 耶稣 作为一个大祭司 他在父面前 为父神所拣选的 他流出宝学的教会 的人 来代求 让他们可以出黑暗 进入光明 爱子的国度 当他们信主之后 你发现 在大祭司的祷告 约翰福音是七章 特别 不但他们可以信 可以得救 也为他们 成圣的事情祷告 不但是信耶稣 得救 还有什么 成圣 这是教会 最需要 最需要的真理 我们一种来读 约翰福音 十七章 十七节 记住 这个十七十七 最重要 一种来 求你 所以解释 耶稣对父神 的一个祷告 站在大祭司的 为分 为信的人 的一个重要的祷告 求你用真理 是他们什么 成圣 而这个成圣 就是保罗在 罗马书第六章 所讲的 成义 跟成圣 所以保罗 不但在罗马书 第三章 第六章 前面讲到 要因信成义 他更讲到 成义 成圣 把这个义 做成在你的生命 生活里面 叫成义 成圣 你的生命 生活 圣洁 脱离罪 所以解释 耶稣 对教会 对我们 一个重要的 代求 也是盼望 而这个盼望 就像当年 神的亚伯拉罕 拯救亚伯拉罕 与亚伯拉罕立约 对亚伯拉罕的 一个期盼 还记得吗 创世纪17章 第一节 你要做完全人 我要与你立约 先得救再说 不是已经完全了 懂吗 白弟兄 不是已经先完全了 神就先负责亚伯拉罕了 但是给他个目标 不要努力做完全 同样的 同样的在新约 耶稣的登山宝训 最后也说 你们要完全 像天不完全一样 也就是耶稣在 最后晚餐 要被钉死之前 他的大祭祀的祷告 要成圣 而且他很具体告诉我们 直接的真理 神的话 而被光照 被炼镜 被神的话 感动而改变 就是神的真理 走成圣的道路 第四 在耶稣的 大祭祀的祷告当中 也为我们的软弱代求 所以你不要觉得 哎呀我太软弱了 我实在不行 你发现耶稣 特别会体恤 我们的软弱 我们一段来读 希伯来书第四章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个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因为你的软弱 你就好像不敢来到 耶稣的面前 耶稣能够体恤 能够体会 能够理解 人是软弱的 因为他也曾经 凡事受过试探 最大的试探 就是在科西玛利元 圣的耶稣三次的求父 把这个背挪去 你看这个软弱 他明明知道 父的旨意 父的命令 是要上十字架 但是在他人生的软弱 跟害怕 惧怕 恐惧当中 他面对这个十字架 三次的求父 把这个背 那个落去 但是他 真的是得胜了 父啊 不要照顾我的意思 不要照顾我的意思 所以耶稣 所以耶稣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胜过 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作为一个大祭司 一个代导者 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为我们的软弱 代求 让我们在软弱当中 可以刚强起来 站起来 所以不要 看到自己那么软弱 就觉得 哎呀 完蛋了 不行 不配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甚至原文是体恤 是compassion 你的软弱 你的痛 耶稣心里面也是痛 也就是要compassion 同样的感受 在英文 这个compassion 是很好的字 同样的感受 comment 同样的 你所感受的 是耶稣所感受 耶稣能够感受到 你里面的那个挣扎 那个软弱 那个流泪 那个无赖 因为希伯来书 描写耶稣也常大声哀哭 求父神 免他的这个苦悲 所以耶稣能够体恤 感受我们的软弱 为我们的软弱代求 第五 耶稣也为我们要伤过 那个恶者的控告 为甚至犯罪 跌倒的信徒代求 不但是为你的软弱代求 甚至你软弱代求 地步跌倒了 耶稣也知道 也为你代求 可以让我们可以站起来 这张弥加书所说 我在哪里跌倒 哪里是什么 站起来 这句话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常导人当中 谁特别用这句话 独王民道人转气 他当初被公安抓进去的时候 中业的神问 他跌倒 他签了 否认信仰的书 这个信 放出来之后 被圣灵折被光照 他知道他错了 他知道他软弱了 他又回到公安那边 他说我要收回 我所写的 我要坚持我的信仰 他进去之前 神给了一句话 离加书 我在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Let be the 刚才大畅提到 三次不认主吗 他也跌倒 有谁比他犯的最严重 否认耶稣 不是一次 三次跌倒 我们谁不会有跌倒的事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一直 继续的犯罪 跌倒 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所以当你读约翰书的时候 凡从神生的 就不犯罪 你知道原本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我们和本 这样翻译是犯错了 我们得救重生的 有没有犯罪 有没有犯罪 还是会有跌倒 原文是说 凡从神圣的就不会继续犯罪 他是用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但是我们和本没翻出来 也应该把继续两个字翻出来 假如你有生命的 你不会留在那个脏水里面 你懂吗 除非你是猪 就继续喜欢在那个脏水里面 都 带着你的生命也改变了 你不会是一个喜欢犯罪的生命 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有点的肉体的喜欢 但是继续的时候 你不舒服的 圣灵会责备的 因为你不属于黑暗 不属于罪恶的 所以我常常举个比喻 一个气球里面有气 大风大浪的时候 可以把它卷到海底里面 不见了 不去教会了 不聚会了 不侍奉了 不祷告了 但是风平浪静 过了一段时候 这个球会怎么 会起来的 因为它里面什么 有生命 所以老约翰就说 因为神的道 神的重 在他里面 生命的道种 在他里面 所以他不会 长久继续犯罪 然后老约翰补了一句 假如他从我们当中 真的出去了 表示他从来没有得救 不属于我们 假如他继续犯罪 表示他是假的基督徒 没有生命 凡从神圣人 他真的是圣灵 把神的生命能力 种子拨在他里面 他真的重生得救 有神的生命 灵魂苏醒的话 他不会长久继续 继续不断的 过那个罪的生活 他一定会出来的 大卫有上面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带着他跟白色包 白色包犯罪 他不会继续的 他真的是认罪 后来是正正事实 把他取过来的 甚至他也受到罪的审判 跟刑法 付了代价 家伙都差不多灭了 所以 有生命的 不会一直继续继续的犯罪的 所以耶稣为跌倒的人 代求的 让他们可以浪子回头 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 一同来 谁能控告 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由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父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当你跌倒的时候 仇敌会控告你 良心也会控告你 但是在节点说 谁能控告 神所捡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虽然他们跌倒犯罪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而且有耶稣 在父的右边 对吗 替这些软弱跌倒的人 代求啊 不是因为你犯罪跌倒 你就不得救了 神就不爱你了 你就 好像跟神断了线了 No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不会放弃我们 Amen 会永远的 为我们代求 爱我们到底 所以你就看到 耶稣的代求 是何等的深入 我们读西伯来书 第六章 他爱我们到底 让我们得救到底 因着他的代求 一同来 凡靠着他 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Amen 我们的主 我们的大祭司 他的祷告 是直接在天父的面前 是有功效的 并能够救我们到底 因为他长远活着 替我们祈求 这才是真正的福音 不是一般的福音 你听到福音是耶稣 你爱耶稣 不犯罪 不跌倒 你就得救 假如你犯罪跌倒 你就不得救了 这个是什么 一般的福音 懂了吗 这是阿明念的神学 很可惜 今天这种的教导 跟神学的中国 是非常非常普遍 就是人的想法 人定圣天了 是我决定 我抓住耶稣 结果我犯罪的跌倒了 我不抓耶稣了 我当然就不得救了 是人抓住神 人定圣天 是我们原来 所受的唯物论的思想 但是圣经想反过来 是神的手抓住我们 是不一样的 而且耶稣讲得很清楚 若不是父信人的话 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每一位得救来到耶稣面前的 都是父所赐给我的 都是父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 甚至在愿命地 实际上耶稣讲得很清楚 我们在谁的手 谁都不能把我们 从父跟我的手 把你们夺去 所以不是人定圣天 不是人抓住神 是神怎么 我乱我们 谁都不能把我们 从父的手中夺去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 真正的复印 我心里真的常常很难过 我们中国的教会 那么多的信徒 但是大部分的教会 给信徒的是一个一半的福音 甚至是一个错的福音 不是个好消息 一切在乎你 你的行为决定你得不得救 假如你犯罪得了 你就不得救了 所以你不能够随便犯罪 用这个不得救来威胁 恐吓要弟兄姊妹不敢犯罪 这个害怕的东西 不是个爱的东西 相反的神的福音在圣经 是用一个爱的东西 来鼓励我们浪子回头 就像这个父亲 小儿子那么的悲逆 出去了 犯罪了 跌倒了 远离了父亲 但是你发现这个父亲有没有 有没有放弃这个儿子 没有 每天等着他回来 所以他才能够当这个浪子 还在路口的时候 在这个街口外面 他就能够跑出去 拥抱他 而且这个父亲按照当时犹太的传统 他一定要这样做 当他拥抱这个儿子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父亲完全的建在他赦免道 否则既然一个悲逆之子 众人看到他 可以先有石头把他打死 父亲每天盼着儿子回来 主耶稣每天为我们祷告 让浪子被回头 让我们怎么 可以得救到底 他能拯救到底 这个才是什么 我们要传的什么 福音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需要 在这个真正的道童里面 纯正的道童里面 认识神的真理 认识什么是福音 第七 在大祭司的祷告 耶稣希望祷告 我们能够承受他的国度跟荣耀 约恩费十七章 父啊我在哪里 约恩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哪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耶稣何等盼望 他们成为得胜者 能够成圣 在神的新耶稣 看到耶稣基督掌权作网的荣耀 承受这个新天新地的荣耀 所以这是祭司的一个职份 你发现今天耶稣没有再做限制了 但是感谢神 祂仍然在天上做什么 祭司代求 所以说要我们看到 祷告代求的执事 其实是最重要的 一切的工作 一切的事丰都是从祷告而开始 连我们的得救 其实都是主耶稣的代求 然后神透过我们去传道 成就 祂所代求的 好我们要加快了 看第三个职份 君王 我们一同读 马太福音第二章 一同来 犹大帝的伯利肯 上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哪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民 所以我们的主 祂不但是先知 祂不但是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祭司 永远的祭司 祂基本上就是这位弥赛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祂基本上因为做中宝而得了权柄 Ring as God men 我们一同来读 菲律比书第二章 自己被为纯性顺服 与之于死 且死在十架上 所以祂身为至高 又是给祂那超乎 外民至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所以看到天父把今天一个的权柄 王的权柄 掌权的权柄 赐给耶稣基督 是印着什么 印着祂的救赎中宝的工作 不是祂原来没有 祂原来就与父神享受这个荣耀 但是祂站在这个神人的地位 中宝的地位 在永恒之约里面 父神跟耶稣所讲定的 你愿意到准肉身 成为这个救赎的中宝 父神要把这样一个的中宝的王权 赐给你 不是代表耶稣是赤等神 乃是祂站在中宝神人的地位 领受这样一个权柄 好让我们也在基督里面 得着这个作王的权柄 所以我们再读下去 以赴首书就明白 这个中宝的权柄 以赴首书第一章20节 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组织的 和一些有名的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了教会 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解释 充满的 耶稣站在中宝的地位 领受这个权柄跟高决 不是他本来没有 来自他 什么 为了教会 他是教会的头 头领受了万有的权柄 身体在基督里面 我们也在基督里面 被高决 可以领受这个权柄 与耶稣基督 真实的一种作王 看到吗 为了教会 因为我们是教会的身体 肢体 头的尊用 要成为身体 肢体的尊用 所以为什么保罗在 《光临多前书》 12章发了那么多的力气 讲到头跟身体的关系 讲到我们受圣灵的禁 进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根基 而耶稣领受了 这个一切的权柄 不是他本来没有 不是他好像本来是赤等神 不是他本来就有 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是他是虚拟 成为神人 站在人的地位 站在中保神人的地位 领受了这个中保的王权 因着他中保救赎的缘故 领受了这个权柄 可以嫁给我们 一切都为了我们 为了教会 所以你就明白 当耶稣升天之前 记得吗 在十字星圈第一章 这是门徒们 还在傻傻的 最信于他们以色列的 弥撒亚政治的盼望 耶稣你复兴以色列的国 在什么时候 其实神的弥撒亚国度 中保的国度权柄 不是为了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国家 所以马上耶稣说 你们去死万民 你们不是做我的 你们要从耶路撒冷 犹太权地上马利亚 做我的见证 直到地级 耶稣要的是一个 教会的国度 的掌权 而不是单单复兴 那个小小的以色列国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 因为这个散族主义 告举以色列人 我们就迷信 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国 这个小小的枯墙 好像都要去摸一下 祷告就有效 耶稣说 拜父不是在这个山 也不在耶路撒冷 乃是在灵里 因为你们就是圣灵的殿 所以不要 受到这些所谓 犹太教的影响 今天很可惜 犹太教在 在全世界 特别在中国教会 很多的影响力 在推销他们的犹太教 甚至有些信徒 去了以色列之后 就回来守住旁解 然后聚会一定要吹脚 或者不吹脚 都没有神的同在 但能够有这种音乐的恩赐 吹脚也不错 但是不要迷信那个吹脚 否则我们不知不觉 又回到天主教 很多靠外面的仪师 才能够敬拜 又要点香 要摇香炉 要很多的礼 慢慢把这些捆绑 又殆尽的教会了 其实心悦的教会 王罗讲得很清楚 在乎的人 不在乎那个 外面的遗失的秩序 跟形式 用心灵诚实 做完整 但是好像现在很可惜 台湾的教会受的影响 最厉害 因为有些所谓 比较灵恩背景的教会 他们常常跑以色列 现在说要恢复 就与很多的 这些是庆典 节庆 的仪师 才让我们基督教好像有内容 但在读经祷告 即使好像没什么内容 要搞一些很fancy的外面的东西 一些庆典的东西 要守这个逾越节 要守这个祝旁节 对于此类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了 第二 耶稣的掌权 王的掌权 是一个spiritual kingship in the church 身体教会的头 耶稣是身体教会的头 在教会掌权 以后所说第五章23节 一同来 基督是教会的头 然后以后所说第四章 凡是掌权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和施 所以耶稣是教会身体的什么 元首 他是教会的头 他有这个权柄 掌权 同时不但在教会 运行掌权 他在我们信徒的生命中也做王 罗马书第五章17节 何况那是受鸿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看到吗 基督要在你生命里面做王 不但是做救主 罗马书第五章 真的要好好教导弟兄姊妹 不但接受耶稣做救主 你是不是愿意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做王 管理你的生命生活思想 唯有让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做王 你将来才能够在神的信徒的圣灵里面 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is that fair 你不要说耶稣我将来要与你做王 现在你不能在我里面做王 不可能 你要先让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做王 将来你才能够与耶稣在信业的圣灵里面做王 所以你发现保罗 我常常提这个宝贵的经文 在关灵的后书第二章十二节 我应该有打在后面 好没关系 我们翻到关灵的后书第二章十二节 我应该在后面有打 你看看 这就是个狠 没有打 高灵的后书第二章 找到吗?找到帮我们读 高灵的后书讲错了 提摩的后书讲错了 对不起 提摩的后书第二章十二节一同来 也并和他一同做王 看到吗? 这个做王的应许是很真实的 不是单单在启示录 这个预表性的文字里面有写 启示性的文字有写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讲得很清楚 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假如我们愿意为福音受苦忍耐 做一个得胜者 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所以在千禧年面做王 在新耶路撒冷做王 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章都有应许 那么耶稣基督不但在教会里面做王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 将来他在千禧年里面也要做王 所以以赛亚说第九章 现在圣诞节很多人都会读的 有一指示给他们 正权在他尖头上 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永远治理他的国 这是现行年的掌权做王 所以撒加利亚说十三章 就讲到 将来弥赛亚耶稣基督要降临在哪里啊 撒加利亚说十三章 像你在赶南山 用他口中的气 在贴后第二章 启示录十九章 都讲到他用口中的气 口中的意见 灭绝敌基督跟一切的仇敌 拯救了剩下的以色列逃跑的渔民 有以色列的渔民看到他们所盼望多年的弥赛亚 终于驾到天上的云降临 成就了大禹理书第七章的预言 他们所有圣女的以色列人 传家就信了耶稣 传家的结局 拥戴耶稣基督为王 打开耶路圣冷 成长的洞门 现在是封住的 会打开 拥戴耶稣 进到耶稣 应验的 以赛亚书第九章的 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百姓 先立地上 被提之后 过了七年大灾难 最后的时候耶稣要降临 就应验的十六行传第一章天使说的 你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被接升天 也同样的降临 耶稣在赶南山升天 耶稣为什么要选择赶南山 就是因为藏来要应验撒迦迪亚书 十三家所说的 因为弥撒亚要降临在赶南山 而且灭绝仇敌 就进入千禧年了 所以你好好读一下以赛亚书 有两章是描写到千禧年的光景 这个自然就会改变的 狮子与狼可以一同住在一起的 同吃 与羊吃草的 就恢复了当初 好像原来伊甸园的一切的光景 什么东西 吃草了 会吃和谐相助 我们也不吃动物了 懂吗 所以 不要杀个猪 其实是很残忍的 然后耶稣在永世做王 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了 所以大家回去再复习一下 我们上上学习讲的启示录 我们上上学习讲的启示录 名字叫欣妇 因为只有那些欣妇 穿光明洁白喜马懿的得胜者 才能够进入信仰的上 与耶稣基督永远的同在做王 虽然很可惜 这个耶稣的做王的真理呢 很少在教会讲 但是最少我们看到有四方面 耶稣是因着做中宝得了权柄 为了教会做万有之手 把这个权柄可以赐给我们 要在教会掌权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 在千禧年做王 在永世做王 那我们要问 我们讲了那么多耶稣的职分 他是先知即是君王 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要讲耶稣钉十字架 跟我们有关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的担当了我们的罪 那么耶稣为什么很那么的重视 而且彰显出他先知即是君王 这个身位跟职分 第一是因为亚当在伊甸园 曾经做过什么 先知即是君王 假的好好看《创世记》第二章的话 第二章16节讲到 要让亚当管理神所做的一切 创造的一切 是君王 管理的权柄 同时他按着神的旨意 心意给万物命名 他是做先知的出口 甚至神吩咐他这个三个果树 不可以吃 所以他也照着神的吩咐告诉了夏娃 只是夏娃 不晓得什么缘故 加天的神的话 你发现在第三章他加了一句话 不可吃也不可以摸 千万不要加天神的话 对吧 加天的出了问题了 就 也不可减少神的话 你发现阿明内的神学 基本上加天的神的话 圣经没有说你犯罪跌倒就不得救啊 但他不晓得用人的想法 因为他觉得是人抓着神才得救的 所以说加天的 你犯罪跌倒就不得救 其实整本圣经讲的刚才是相反的 但他们好像没看见 就加天的这样的一个教义 犯罪跌倒就不得救 同样的减少神的话 那个Joseph Prince 中文上是平约社吧 他是减少神的话 你去看看他的书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讲到 你们若认知智的罪 神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你们的罪 因为他反对认罪悔改 他说你信耶稣认罪悔改 意思就够了 不要今天认罪 要以耶稣的宝血 已经赦免 竭尽了你一生所有的罪 不要今天活在罪恶感里面 那别人都问他 那为什么约翰一书第一章这样说呢 减少了神的话 你看他的书 假如你没想看 我会转给你的 他说这段经文不是针对基督徒说的 是针对当时那些 罗斯底派的目道有错的 这个减少 把这句话从我们的圣经里面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你不要引用这句话来讲认罪悔改 减少了神的话 所以所有的异端你注意 不是增添神的话 就是减少神的话 我们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原版是什么 否则 这些异端增添了你也不知道 减少了你也不知道 懂吗 所以 当年在伊甸园 亚当真的是神的先知 他把神的吩咐是清清楚楚传讲给夏娃的 不晓得为什么夏娃会增添了神的话 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 神没有说不可以摸 好像把神讲的那么严厉的 甚至加上一句 撒旦试探的时候加上去 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就如神 归家神知道 好像让他们怀疑神把一些好东西收起来 一怀疑神的话不一定死 改变的神的话 家庭的神的话 又怀疑神的美意 一定会跌倒 所以千万不要中了撒旦节三招 怀疑神的话 减少和家庭神的话 怀疑神的美意 你就很愿意跌倒了 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 我们绝对要像耶稣所说的 父啊你的美意 但是如此 不要怀疑神 对你的安排 约瑟被在监牢里面十几年了 应该是17岁离开家 然后在埃及可能到30岁才做展相 可能关了12到13年了 你发现他没有埋怨 他还是非常的敬畏神 靠着神的同在 甚至在监狱里面成为一个管理的人 在监狱里面神就在预备他 成为一个管理的人 当然不但是管理一个监狱 管理整个的国度 没有埋怨 有神的美意 不但是先知 不但是君王掌权 更是祭司 怎么看出来祭司 好好的读创世纪的第二章 我这里好像没写出来 在第二章的第一第二节看到吗 神把这个安息日 这个第七天定为什么 圣日 主耶是圣日 Holiday 表示这个日子是完全属于神的 那么人在这个圣日里面做什么呢 亚当要如同祭司带领万物 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 献上感谢之恩 神创造的恩典 六天的创造 第七天 亚当在这个圣日里面 要如同祭司带领万物来感谢神 所以当你读圣明记的时候 出埃及记 十条诫命 定安息日的时候 就讲得很清楚 是要在安息日 献上对神创造的感谢之恩 亚当 亚当是个祭司 得以什么 传承给我们 来带来这个恢复 restoration 把这个原来被仇敌 夺去 失去的 人的荣耀的职份 不但有神的形象的 要永远 要归毁 连这个职份 先知基士 君王的职份 也要归毁 所以我们一种来读 过年多前说一章三十节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供以圣洁救赎 意思说 不单单耶稣的圣洁 耶稣的救赎成为我们的 耶稣所成就的 他所得着的 会成为我们的 耶稣所成就的 先知 祭司 君王的职份 也成为我们的 所以你就发现 为什么会有五旬节 今天很多极端的灵魂派 把五旬节就当回说 圣灵充满 讲方言的一个追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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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只是小科 讲方言 能力恩赐的充满 只是个小科 真正五旬节的意义 我们一同来读 第二章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教官 凡有学习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教官 看到了吗 在五旬节圣灵 在五旬节圣灵降临 建立了基督教会的身体 同时圣灵 浇灵高临 信徒 成为什么 说预言 做先知 Pathesizing 就是做先知 所以圣灵的内住 所以圣灵的内住 高临 是让我们领受先知 即使 君王的指控 这个才是五旬节 最重要的意义 所以他们 门徒被圣灵高摩 浇灌之后 你发现彼得第一件事情 就出来什么 传福音做先知 看到了吗 甚至 显出君王的权柄 可以一并赶鬼 做祭司代求的职份 所以 彼得前书说 我们是什么 君寸的祭司 然后也讲到 彼得前书十三章 十四章 你们每一个都可以做先知 讲道 罗马是第五章 我们刚才读到的 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 我们 也与耶稣基督一同在生命里面 胜过我们的老我罪性 我们来掌管 我们的老我 在我们与耶稣基督 一同的在生命里面做王 作为达到过 尼多全是第九章的 保罗所说的 公科己身 什么叫公科己身 你能够掌管你的 整个的生命 不被罪恶来控制 你在生命里面来掌管做王 叫公科己身 懂吗 能够胜过一切的邪性私欲 你能够掌管你的老我罪性 这是圣灵动作 靠着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来掌管 我们的老我 公科己身 叫神主 不是 我在家里做照片的时候 管老婆 神说我是教会的头 整个家里的头 不是在管老婆 神所有的教导 是要我们管什么 管好自己 对对对 现在是传过来 这个履权第一 所以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个职份 合同的荣耀 所以上礼拜 吉姆斯提到 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其实基督徒最简单的一个定义 因为在拉丁文里面 Christos这个字就是基督 基督徒是指导 这个字尾 I-A-N 是指导小基督 耶稣是基督 你也是基督 你也是王 只是我们今天不懂得 彰显我们的权柄 然后胜过掌管我们的老我罪性 当我们真的能够好好掌管自己 我们也可以 照着神的心意 管你万人 现在就可以 在不同的文化里面 彰显神的王权 在七大的文化山头里面掌权 政治 艺术 教育 娱乐 每一个的文化山头 我们都能够居上不居下 做所不作为 改变这个世界 也就是夏尔维所说的 我们将来在历史神学会 发很多时间讲 文化使命 所以将来白日中 将来到中国 一定要好好教导这个文化使命 也不单单是传福音所谓的 福音使命 Gospel mandate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其实是有这个权柄的 可以居上不居下 做手不作为 将来一定要把这个Cultural mandate 在中国的教会做出来 也就是赵天恩牧师的三法一项 文化基督化 白地兄弟问 分不开 所以我们过去的基督派的信徒 而且世界非我家 我灵魂得救 将来被提 就OK了 No 我们一定要做光做盐 做盐 这个盐是在实物里面的 光是要在世界里面让人看到的 一定要 让中国的教会 履行文化的使命 那么福音在这个文化的改变的当中 更能够广播 所以中世纪的天主教 为什么 所有的百姓都是天主教 因为整个的社会都在天主教的文化 的笼罩当中 从音乐 艺术 没让你出生 因而点水 那你结婚 要找神父 要死的时候 也要找神父 你所有的东西 你不开教会 你懂吗 教会控制了当时的社会的每个层面 很可惜是当时的天主教是错的教理 但是你说看到这个影响你多大 这个是中世纪 他就是 我们看哪个人 那种改教的 对 就是他把正教分布开了 把所有的东西 包括当时的土地 你欧洲的土地主要在教会 这个麻烦了 麻烦了 这个就乱套了 这个就乱套了 这个就是正教合一了 世俗化了 所以教爱文所讲的 文化使命不是正教合一 是我们要在各行各业里面 居上不居下 作手不作为 把神当初给亚当管理的权柄 对这个地球的每一个层面的管理 要重新恢复过来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使命 cultural mandate 所以很可惜的 我们一般的信徒只是认识耶稣是救主 罪得赦免 上天堂 得永生 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很少教导这个先知 祭司君王这个荣耀的职份 而这个记住啊 白弟兄 先知祭司君王这个职份 是加尔文最先提出来的 其实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 一个重要的精神 就是耶稣是先知祭司君王 然后我们也领受先知祭司君王的职份 也是加尔文神学里面的精神 所以才能够连出加尔文所提出的文化使命 其实那个宗教法庭呢也不是加尔文所掌管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他们的司议会决定的 甚至当年加尔文要在日内瓦推动改教的时候 司议会反对他 他也被赶走了 是司议会 他宗教化 他去判一些异端死刑 甚至加尔文都为这个 求情的 但是很多误会 以为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是做王 不是他决定的 是当时的司议会 这些所有司议会的人都是信徒 所以他们就决定一些宗教事务 包括对异端的一个的审判 其实当时这个索尔文也是天主教在整个欧洲要追捕的 因为他是完全反对三个一体的 还有很多错误的教导 所以我们下礼拜讲到这个 不同的救赎理论会特别提早的 Sasinius这个人 所以今天很多人对加尔文有误会 以为他是个杀人 判一对杀人的一个人 但他只能够默认 City Council所做的这个事情 假如去研究历史甚至有一些资料写出 加尔文有偉大重新 你说那个中文叫师不正 对了 Sasinius 所以很可惜的很多东西 就是说 特别是比较极端的灵恩教会 因为加尔文反对圣灵的恩赐 所以很多灵恩派教会中 一磨疯的就反对加尔文 其实加尔文有些东西是很好的 甚至他是被第一位在教会历史里面称为圣灵神学 因为他把在系统神学里面 在他的基督教要义 Christian Institute 结本他的重要的神学著作里面 他分了三部 天父圣子跟圣灵 圣灵的工作 他高举圣灵的 只是因为跟天子教的这个辩论 他就提出了圣灵恩赐停止论 但是加尔文有很多的观点 特别他所提出的 反对这个独裁君王的理论 所以提供了清教徒 可以清教徒革命的基础 其他路德中西的教会 他们把这个君王 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加尔文不是 他是教导 当他不是真的是神的仆人 他没有行公义 他就不是神所按你的扑人 你就可以对抗 所以清教徒是接受加尔文的神学 才带出清教徒的革命的成功 这很多东西呢 其实加尔文有他的优点 特别上来我们读历史神学 你就发现到 补了马丁路德一个最大的缺点 因为马丁路德只讲信心 一心诚意 不讲行为 不讲神的律法 死掉戒命 律法一过去了 我的律法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律法 我不认识律法 免得进到律法主义里面 他害怕律法主义跟行为 到一个地步 不讲行为 不讲成圣 加尔文把他就漏洞不 改革中的信仰 最终是成圣的追求 所以就带出了清教徒 他们是非常重视 pure pureification 教会要洁净 圣徒的生命也要洁净成圣 也是清教徒的典范 其实是受加尔文 这个注重成圣的影响 所以 我们不能随便一句话 就说加尔文 就是什么什么 没什么 今天甚至是加尔文的神学 影响了清教徒 影响到美国 没有清教徒就没有美国的立国 整个美国立国的精神 其实是建立在加尔文的神学 对 都是从这个背景出来的 那我们再过两个礼拜都会讲到这个成圣 我们就讲到神的呼召 拣选 重生 称义 成为神的儿女 成圣 得荣耀 我们一个一个会解释 所以鼓励同学 好好 就是 多思想解放面 好,我们时间 剩下一分钟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本来预备了很多 以为可以多讲 我们就下礼拜将 赎罪带来的果效 回去先看 对基督的 然后对信徒的 那我们各种赎罪的理论 从罗里根的赎金论等等 我们会解释 就是这个 所生的 意大利人 好,我们就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 我们就请 两位的同学 我们请白弟兄跟所生的 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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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真的愿我们的生命 也能够充满像你这样的荣美 主啊 你也是我们真的是要 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你来作王掌权 我们愿意被你管理 我们愿意你的生命更加地被炼净 主啊 我们也愿意 主啊 来承受你在我们生命中 所带领的每一条路 主啊 你是我们有一个贪婪的心 感恩的心来接受 主啊 求你也能够借着院上的课 更加地装备我们 对你有个正确的认识 主啊 你是我们真的是将来能够 将你的道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 让各位弟兄姐妹 能够明白你圣经里面正确的教导 主啊 你也赐给我们 所先知讲道的恩 阿们 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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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庵 没有任何的偏差的来传演 你的真理 阿们ervice用 לנ Grass hieryu 不断的来高抹我们 使我们能够真的是成为 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 能够被你所使用 主啊 你也在心上告诉我们 人若自解脱离卑界的事 就是所贵箱的派 你们觉得阿们 师的 师的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感谢你 愿你的话常常存在我们的心里 常常在我们的身 成为我们昼夜思想的一个 主啊一个 你的话愿成为我们的思想的 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真的成为一棵树一样 栽在溪水边 真的不断的生根建造 不断的结果 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 好我们预备等一下的召会 有这个撒利克牧师到我们当中 那个今天应该是 Sophia领 请拜给他预备一下